怎么看今次的市况 因为美股今年来也升了不少 一直有些专家会出来说 美股值过高 怎么看今次好像之前只是一个短期调整 但是其实要小心呢? 其实有几样东西 如果真的要找昨晚要跌下来的原因 我觉得最似是因为现在的疫情 其实Delta上的事件 其实真的有几明显拖累了大家对环球的经济复苏的情况 这个会是最近的 当然有很多不同的原因可以解读 但是这个是因为我记得是由香港的假期 就是7月1日开始 其实我们由几个角度开始看到 大家是要小心的 就是除了一些地方其实有封城的 就是刚才你提到的几个地方 就是澳洲、澳洲这些地方 都有一些封城的情况 甚至一些新兴亚洲的地方 都开始又要封城的 其实除了你说这个疫情之外 其实就会看到 其实昨晚我觉得有点加弹来的 就是澳洲那边 就是东京澳洲那边 都已经说到你人 就是其他没有观众了 其实这件事情是更加 叫做确认到今次的疫情 是突然间又再反复了的 但是这个就叫做消息层面一点 我们每天都会看着 其实最近是不是有些确诊 这些个案是明显增加的 那又又未去到很 就是未去到突然标升的 就是太阔了 但是另外就是 如果你说7月1号可以拉下来 我们就会看到 其实整个亚洲区的 PMI的数据 其实明显回落的 其实那时候我们也不断提到 要留意这些事情 因为其实就是 我们从6月份开始 已经不断看到 很多旧经济股是回落的 其实昨晚 你很明显看到是道指的 这两天是下跌的 但是我这个就当作解释 就是我们觉得美股 其实大家可能觉得贵 但是反过来我们经常提到 如果你说是怕收水 你说是怕不同的 可能加息的阴霾的东西 如果我们参考过去 就是过去10年 那其实有两次 就是环球市场会怕 会比较水紧的情况 其实最后 都是美股是最后一根稻草的 所以其实如果要下跌 应该是旁边开始下跌 那如果我看回 很明显亚洲区这段时间下跌了 就是港股就更加早已经下跌了 但是欧洲那些 其实真真正正正开始明显回落 都是这一两天的 所以如果这样的参考的角度 那我就觉得美股就应该 未去到那么害怕的 还有你看到昨晚 像你说的 其实有大概香港时间 11、12点开始 就开始买上来的 你看到亚马逊那些都破顶的 所以我自己觉得 大家还未去到这么悲惊 大家还未去到这么悲惊 大家还未去到这么悲惊